歡迎收看萬間新聞 我是陳嘉欣 音樂的主業新聞報告 沙針線主體工程超時165億 換到整體造價增加至大概970億 立法會明天審議關於 修訂議事規復的決議案 民主派說會拖延會計 建制派說會確保不留會 土地供應專特小組同意 就開發交易公園邊垂地帶起樓 明年諮詢工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近訪華的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雙方同意在多個領域加強交流合作 詳細新聞內容 港鐵沙中線主體工程最新超值165億 來到整體工程的造價增加到大概971億 超值超過兩成 政府說會審視港鐵的新估算 即時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 港鐵公布沙中線最新的造價估算 其中主體工程建造費 由最初708億超值165億 升幅達到兩成三 消息說七成的超值費用 涉及外在因素 包括為保育宋皇台站的古井遺跡 令到工程延後涉及41億 其餘包括灣仔北工地延遲交接 和增設會展站上蓋設施等等 另外三成的超值金額 就涉及港鐵內部因素 例如勞工短缺、地質有變等 沙中線原本整體造價 包括主體工程、鑑冊費、保護和前期工程等 合共798億 今年6月前期工程超值近8.5億 要最佳撥款 連同今次主體工程超值165億 最新整體造價估算要971億 有立法會議員質疑部分超值因素 好像是為何政府持交工地和增建設施 就要超值70幾億 要求港鐵解釋 相信最新估算等同封頂 就破了香港開頭以來 一條單一鐵路的紀錄 因為這個高鐵呢 都是853億而已 接近千億啦 它這個數呢 應該是不可以再回來再趕的了 其實我覺得港鐵都承擔某程度上的風險 因為還有兩年嘛 我也有少許奇怪 他們可以這個數字說到這麼實 那它說到這麼實呢 我們全香港都當它是封頂的了 即是它都不用再回來拿的了 港鐵消息人士沒有直接回應到 是不是已經封頂 強調沙中線項目是政府擁有 港鐵只是負責管理 政府說已經收到港鐵的報告 會要求港鐵提交資料 確定是不是有足夠的理據 可以支持新的估算 審視完之後 會適時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 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均報道 立法會補選明年3月舉行 各黨派選擇緊參選人 負責協調民主派人選的民主動力 公佈今個月中開始舉行初選 明年3月11號舉行的立法會補選 包括其中三個地方選區 各有一個席位 民主派避免分拔票員 增加勝算 決定先舉行初選 由贏那個代表參選 參加九龍西初選的有三人 包括是民主黨袁凱文 文協馮檢基 以及早前被撤銷功能組別 議員資格的姚重研 新界東也有三個人 是工黨郭永健 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 以及新民主同盟范國威 民主動力說初選會由三部分組成 包括在今個月中開始 隨機電話抽揚民調佔總分四成五 另外在兩個選區一共設有七個實體票站 佔另外四成半 最後一成就來自二十幾個 有份參與協調的組織投票 初選結果下個月中公佈 我們都擔憂會不會是 會會全力打擊維標 維護公平競爭 保障大家的權益 舉報維標 喂 在你身邊十年 你試過認真看我嗎 我就到期了 我是你將十年期駕駛執照 今年有幾十米 港島選區 民主派目前只得香港眾志的周庭 有意參選 建制派方面 在新界東已經協調好人選 將會由工聯會的鄧家彪參選 而九龍西亦都協調了 有可能由民意聯的鄭詠信出選 香港島就未完成協調 自由黨的楊智安 和新聞黨的南區區議員陳嘉貝 都有意參選 無線電視記者張家浩報導 聯合會明天開始審議 關於修訂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 主席梁君彥將決議案 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合併辯論 做法合理 可以影響法定人數數目 主席權力有幾大的 議事規則修訂決議案 星期三開始立法會審議 主席梁君彥早前裁定 幾十項決議案和議員修正案 將會合併辯論 除了動議人外 每名議員只可以發言15分鐘 民主派說正研究方法拖延會議 任何的行動都有可能 當然前提就是 第一就是不想傷害到一些無辜的保安 這個我覺得是最必然的 在這個前提之上 我們都會在想一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是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 有建制派議員說會留守會議廳 確保不會留會 估計反對修改議事規則的議員 會用所有的方法去拖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尊重梁君彥對審議議事規則安排的裁決 我覺得都是四平八穩的 他一方面用一個很寬鬆的原則 是接受了議員 包括非建制的議員 受著議事規則的修訂的議議的決案 再提出了一些修訂 所以是接納了相當多的議員提出的修訂 但是由於這個修訂 全部都是圍繞著 基本法75條的議事規則 所以合併的辯論 也是一個挺合理的做法 現時政府沒有向立法會提交任何法案 林鄭月娥說 立法會現時的運作很不正常 當運作恢復正常 政府就會如常提交法案 無線電視記者張家浩報導 中大一項調查顯示 一半受訪者原則上不支持立法會拉布 中大亞太研究所在上個月21至25日 以電話訪問了722個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50.8%的受訪者原則上不支持立法會議員 在具爭議性的議題拉布 只有一成四的受訪者支持 而近半的受訪者贊成修改議事規則減少拉布情況 反對的佔三成 一半半的佔一成六 政府說市民將來用新的智能身份證 用醫道過關會比現在更加快 另外新證的晶片資料會被加密 政府部門要經授權才可以讀取 政府明年推出的新智能身份證 將會支援無線傳輸技術 保安局說市民日後用醫道過關 不用再將身份證入到機內 就這樣放在掃描器上就可以讀取到 所需要的時間將會由現在12秒減到8秒 另外計劃在新證的晶片 加入辭證人的數碼相片和性別資料 有立法會議員擔心資料容易被導用 在晶片中取得我額外的資料 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我知道你剛才提及過 識別你的樣子 將來真的需不需要在現階段 如果我們將身份證放在袋裡 那會不會有人走過 可以走走我們的資料 從而盜取了身份證上的資料 以使用呢 保安局說晶片的保安技術非常高 讀寫的數據一定是需要一個授權 還有一個軟件才可以讀取到晶片 那雖然相片放進去 現在我們都是預設式的 但是呢 就是在入境處那裡 還要用一條密使鎖住 到將來呢 如果是有政府部門 需要用到相片的時候呢 現在密使才會交給它才會用 政府計劃明年第四季開始分批為市民更換身份證 會在全港設立九個換證中心 需要更換的身份證有880萬張 入境處也都會和非政府組織合作 去院寫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換證 現在我們先說一下 英國和歐文還未能就脫銀牌判 達成協碟 手上文翠山走後會再和歐文談 FIRT ELECT F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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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T